您能想象一辆B型房车内部空间有限的难题被一一破解吗 今天就带您见识一款精益求精 重新升级的房车经典 吊床升级 将之前升降吊床升级为掘叠抽拉式的设计 平时的状态只占有了驾驶舱上方的空间 保证了会客厅的垂直高度更大 通透感更强 需要的时候下拉 向外抽拉就可以呈现一张1米3成2米的双人大床 早上起床需要收回的时候 也不需要考虑被子整个的收纳问题 直接往上一推即可 同时还是五只寸 超大液晶电视 不仅可以用来观影追剧 还方便一些股市大佬更好地观察股市的走向 除此之外 采用折叠抽拉的设计 还有效地增加了车身两侧吊轨的容量 放置的物品也更多了一些 就连卫生间的空间都比之前大了许多 尺寸可以达到1米乘以90公分 一个人在里面洗漱洗澡 空间真的绰绰有余 不夸张地讲一下 两个人也没有问题 很多车友认为洗衣机是房车出行的必备品 但B型车内部空间较小 洗衣机必须安装在使用便捷的位置 如果说放到里面 无非就是放到卫生间或者说床的下方 每次使用洗衣机的时候都需要趴着蹲着 而且这样的空间也很大 所以把这款洗衣机打造成了背包式的宽装件 并配备上下水的接口 还专门为洗衣机开模定制了壳体 通过承重的黑色弯件 连接在车门的角楞上 所以洗衣机整个重量并不是在车门上 而是在角楞上 重重问题你也不需要担心 洗衣机需要清理时下方还有活软塞 提高了您后期使用的体验感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周末自驾游出去两三天 用不到洗衣机的话 就可以轻松拆卸 放到家里里面还能当做除空间 放置一下野餐的用品 当然了车内惊喜多多 想要了解哪个区域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们接着分享 感谢观看